北京时间8月5日晚,四国赛最后一战,中国南篮篮队迎战赛尔雷亚队,经过四节较量,中国队最终以79比70击败对手,以三联胜结束本次赛事。 四节比分分比位,比22,19-21,17-18,21-28中国队比分在前,技术统计,任俊飞28分,吴全15分,胡金秋11分三篮板,韩德军11分三篮板四助攻,中国南篮篮队前两场分别战胜了安格拉队和乌克兰队,三战全胜后,中国篮队拿到了本次四国赛的冠军,而就在一周前, 同样的四国赛,同样的对手,中国南篮红队同一样,也是三战全胜拿到了冠军,如此有可比性的比赛,似乎更有利于我们横向对比一下,中国篮队和红队到底谁更强一点。 值得声明的是,本次横向对比只包括两队初战四国赛的球员,蓝队为归队的一剑连,胡艾伦,里根等主力,红队归队大位上场的周期和丁燕宇豪, 这不在此次对比范围内,首先来看后位线,红队有球队大脑赵继维,战控全场把比赛安排得明明白白,最后一场大胜奥格拉的比赛中,一个人送出八次助攻超过了对手全队, 而蓝队作用今年夏天表现,格外抢眼的吴钱,首场比赛打安格拉狂看26分,首先连续两季,不将力的三分,直接大蒙对手,而昨晚战胜塞尔雷亚的比赛,吴钱的表现看上去较为一般,但一看技术统计,还是拿下全队第二高的15分,在二号位上,红队的方朔等人,却没有较稳定的发挥, 红队的外线三分始终没有稳定输出,同样,蓝队的一号位上也十分智能,一年级球员胡明轩竞成了首发空位,虽然冲进十足,但蓝队的外线始终少了一个支配球的人,从后位线上看,蓝队勉强跟红队打个平手,再来看封线,蓝队胡金秋,任俊飞,克兰白科的组合对上红队阿布都,刘志勋,赵泰龙的组合, 蓝队的三位在各自球队都是绝对的主意,因此爆发起来Kerry一场不是难事,但无人为兵的胡金秋实力有所削弱,任俊飞的表现也不够稳定,克兰更是状态上滑过快,获得不了太多时间, 相对来说,阿布都已成红队稳定大腿,刘志勋在3D的位置上越做越出色,赵泰龙在比赛陷入僵局,时能展现老将风采,因此从封线来说,红队略胜一筹,最后看内线,大喊对上王哲林平分羞色,大喊能给蓝队内线稳定的支持,但仍受上场时间和体力限制, 而减重套的王哲林确实显现不一样的风采,再加上赵继伟的卫营,和常给爱不毒的侧应球,王哲林的表现虽然仍失诚,让人够病,但依然是红队关键时候敢用的大中风,从整体比赛风格和主帅执教风格来看,里南更加运筹帷幄,红队打得更加有张法,无论本轮进球与否,该跑的战术却不少,拥有赵继伟也让他们的进攻仅仅有效, 而杜峰更像一名冲锋的将军,蓝队,少下也更加有血性,把安格拉四人挂踩,打塞尔雷亚两人倒地受伤,小将陆文博更是有正面陆队对手的场面,因此,红蓝两队可以说各有特色,在缺冰少将的情况,下独拿下三连胜实属不易,但倘若真横向对比来看,红队则综合实力对上一筹,据悉, 红队也将参加斯坦克维奇杯,但并不与蓝队交战,今年年底两队即将合并备战明年的世界杯,估计这种红队vs蓝队的画面,我们是很难看到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